大家好,我是Lily 今天的嘉賓是國際人權理事 中國問題專家吳文欣先生 吳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今天講四個新聞 美國媒體爆晴江被毫營或者自殺死亡 香港前景下調至負面 股市暴跌比97年更差 曾志健被電視認罪 先講第一個新聞 美國媒體政客知情人脈 晴江被號認或者自殺死了 吳先生,你怎麼看? 首先,這個是大新聞 我絕對不會排除這個可能性 但是它沒有證據 它只是說 共產黨內部的高官消息靈通人士 告訴你 當然了 這個肯定是不會有人走出來 用真名來曝露這些事情 但是呢 又為什麼我說 那個可能性是很高呢? 還有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原因是兩個 一個就是這張雜誌 Politico 有些人翻譯為政客 這張是比較嚴肅的媒體 其實它是一個美國的雜誌 但是它的大老闆是德國的 德國有一個很大的出版社 叫做Springer 這張雜誌是嚴肅的媒體 所以一定有可靠性 另一個原因 我之所以相信 可能是更大的原因 就是 共產黨和那些極端獨裁專政的體制之下 歷史上發生過類似的事件 所以說最有parallel 就是類似的一種情況 就是蘇聯的斯大林 他在1936年開始一個大清洗 到1938年結束 殺了很多人 很多很多人 連他身邊的那些所謂戰友同志 一個個被他認為是半黨半國 槍斃 包括一個叫做托洛斯基 有名的卓斯基 還有另一個歷史的類似事件 就是希特勒 或是廣東話的希特勒 但是希特勒 他們在晚年的時候 他快要失敗的時候 他又開始 濫殺他的那些戰友 大清洗 其中我記得有一個 德國的大將軍 希特勒下面有一個大將軍 其實這個大將軍 是為希特勒 可以說建風公毅職 和他打了很多仗 叫做Roman 中文我不知道怎麼證 羅姆爾 他雖然是一個風公毅職的將軍 當希特勒覺得情勢不妙 有些對他們不信心的事情 經常發生 他就開始懷疑 懷疑是否有人要搞政變 是否有人要暗殺我 是否有人要背叛我 是否有人要背叛我 史大林是這樣 希特勒是這樣 我今天的習近平 很可能 又是這樣的心態 大家都知道 習先是用反腐 打老虎 大小老虎 其實就是打他的政敵 潛在的政敵 他是很厲害的 他根本就不讓你真的去做政變 他只是覺得你是潛在的危機 他就先下手為強 先下手為強 希特勒 斯大林是這樣 是先下手為強 根本被他清洗的人 都還沒有做到任何所謂背叛的事 就是他懷疑他們背叛的研究 這樣就編了一個罪出來 希特勒提 所以很可能 習近平 大家都知道 我以前都說過 他是非常懷疑 懷疑周圍的人 可能是 對他不忠誠 我覺得 也很有可能 他旁邊的人 最起碼在打仗方面 對他不忠誠 因為大家都知道 最想攻打台灣 最想和美國一爭高下 就是特近平 雖然他在舊金山 那個APEC的時候 就改了口氣 又說什麼友好 合作 又找什麼傳統友誼 講一大論 這些都是廢話來的 他真正的目的 他仍然是要砌低美國 讓中共可以稱霸世界 他口裏面說的是 美低亡我之心不死 其實真正的說應該是 中共亡美之心不死 共產黨也是這樣的 把事情反過來 所以我和大陸朋友說 你們不用怕 你們不懂得翻牆 那你就看人家的日報 你看到資料商 他反過來 來解釋 那就是真理 他說美低亡我之心不死 你們就明白 中共匪亡美之心不死 那就對了 所以非常有可能 那為什麼說非常有可能 因為最近出事的人 一個是秦剛 一個是李尚福 一個是李玉超 一個是李玉超 我只記得那些最高級的 李玉超就是 就是中共那個火箭軍 火箭軍是什麼 是管了那些核武器 和可以發送核武器的 那些洲際導彈 是非常非常非常敏感的 是共軍認為他們是王牌軍來的 那大家知道 差不多一年前 美國就已經爆了出來 將那些火箭軍的內幕 全部在美國空軍的一個雜誌裡面 公之於世出了一本很厚的報告 什麼都爆出來 那他之所以爆出來 不是說想去害那些給他情報的人 而是想告訴你共產黨 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你在搞什麼 我瘋了 我摸到你底的了 那後來呢 剛才說過幾個人出事 全部都是和軍隊有關係的 除了秦剛之外 但是秦剛呢 是和美國很有關係 因為他做過美國的大使 和升得很快 那這個我個人的估計 是什麼呢 秦剛也好 李尚福也好 李玉超也好 他們個個都知道很清楚 阿習要打仗 要打台灣 要和美國一比高下 是遲早的事 但是這班人呢 比阿習清楚些 尤其是李尚福 李尚福以前是解放軍 共軍的裝備部的頭 所以他知道我們共軍有什麼裝備 後來是國防部長 李玉超更加是 他是司令員 火箭軍的司令員 這個秦剛也是一個 比較見到世面的人 他在外交部做了很久 他聽過 根據這個Political 這個雜誌 他說 秦剛其實呢 在英國的時候 在英國的時候 已經被英國的秘密警察 被英國的情報人員 間諜 連繫了 把他們收起來 不是這樣 是這樣的意思 是不是這樣 我們沒有證據 不是沒有可能的 總之這幾個人呢 是不想打仗 我個人覺得是這樣 大家要知道 雖然他們是共產黨 但是他們都有他們個人的利益 另外呢 好像李尚福 李玉超那些 真正的軍事人物呢 他們是比較清楚 我們打不打得贏美國 我們共產黨的宣傳 我也經常說 共產黨的共軍 是一個世界最強大的視頻軍隊 他給你看那些宣傳視頻 很威風 我們現在有什麼新的武器 怎麼超過美國 怎麼超過美國 但是李尚福 李玉超這些人 他不會相信你那些宣傳的視頻 他自己是內行 他很清楚軍力的對比是如何 所以他覺得 哇 阿習要和美國一比高下 我們就死實 他不想死 他不想做 這個 叫什麼 就是不想做犧牲品 或者是陪葬 所以他們就會拆反 這個是有可能的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非常有可能 另外一個原因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到今時今日 大家要知道 阿秦剛是6月 今年6月25日之後 就沒有了聲音 被失蹤 被失蹤 那麼據這個Politik的說 就是那個時候 這個 蘇聯 不是蘇聯 不是蘇聯 那 按照Politik的說法 就是他去北京 他突然間 一個戶外交國人 去北京 無疑無故 突然間去 原因就是 因為 俄羅斯的情報人員發現 美國和英國的情報人員 已經把這幾個人收起來了 所以就要通水給阿習聽 那阿習一聽到 他本來就已經疑心很重的人 雖然 崇光和李尚福 都是阿習自己親手提拔的 是他的親信來的 但是共產黨是絕對不可靠的 他什麼都是按照他自己手上的權力 需要來決定的 他不管你是老朋友 或是親人 你對我權力有利 我可以讓你升官發財 你對我侮辱 我都不理你 你 原來你可能是潛在的暗殺者 潛在的政變參與者 那就格殺物論 這些就是共產黨 為什麼說他這麼邪惡 大家要知道 一個習近平 他原本也是生出來一個人 但是人呢 是有所謂佛性與魔性 就是人有好的一面 和邪惡的一面 在共產黨這種文化環境裡面 長大的人 是會失去人性的 因為共產黨是一路要求 所有的人 所有的黨員 從前非黨來看 黨少要高於人性 那什麼叫人性 人性就比如說 我自己的親人 我自己的朋友 我要講道義 我要講信用 我答應別人的 就不可以不履行 還有別人幫過我 我要感恩 這些是人性 共產黨不要你搞這一套 你要忘記你的人性 你要黨性高於人性 你從人性的角度 考慮你對某個人要感恩 但是黨性說這個人是反黨的 那就格殺物論 阿習很可能 他就是在這種環境長大的 他們都不是把人 首先當作一個有人 是一個人來看 他是一個 要麼就當作一個階級敵人 什麼鬥爭對象 是吧 他判斷一個人的時候 不是單單看這個人的所謂人性 就是人生出來的天性 他不管這一層 他就是看你 你對我是怎樣 你對黨是怎樣 他就是黨的 阿習就是黨 所以很可怕 很可怕 大家千萬不要低估這一方面 這個是很複雜的 這個是一個 就是人 我也講過 一生出來 中國古人說 人之初性本善 但是呢 因為你雖然性本善 但是人生出來 由於前生前世可能 做過業 做過壞事 所以人生出來的時候 有好一面 有壞一面 在共產黨的黨文化環境裡面 它是會洪洋人的 壞的一面 惡的一面 邪的一面 在一個比較正常的 一個很重視道德的社會 一個精神重德的社會 在中國古代 通常是人的實性受到紅揚 人的魔性受到壓抑 當然不是百分之百壓 但是基本上是這樣 中國的古代都有壞人 但是 社會上倡導的 你看看中國 三千年來 或者二千五百年來 大家都是很尊重 杜伐與三家的思想 這個是領導中國人思想 幾千年的思維 如家有好到家有好發覺 都是引人向善 都是要說做人要爭要善 共產黨從來沒有叫做人要爭要善 你越是聰明 越是聰明你就越好 聰明得很厲害的時候 人都不爭人都不善 他只是重視這一方面 他是以鬥爭學說為中心 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所以很多大陸的中國人 他們都是很慘的 是犧牲品來的 他們從小就被人洗腦 就是將中國人傳統的那種 慈悲為壞的思維 變成了一切以鬥爭為中心的思維 好得人的 所以對我來說 習近平將自己的親信 曾經幫過他很多的人 陳剛也好 李上福也好 他當他懷疑他們在敵手上 立刻會隔殺物論 這些就是很可怕 所以我相信本地對話 有可能是真的 我不敢百分之百 因為他們還沒有證據 但是你知道共產黨一向都是黑箱操作 你很難得到證據 另外共產黨是最厲害 毀屍滅跡的 清洗證據的一個所謂的政黨 它根本就不是一個政黨 它就是一幫非常非常邪惡的一幫人的團體 所以我覺得以前中華民國的時候 將他們叫做共匪 其實很對的 不過雖然如此 當時中華民國政府 都是過低估計 就是這幫共匪的邪惡 和他們的欺騙的手段 真的 毛澤東 朱恩來搞了很多次國共合作 毛澤東有一次 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時候 看到蔣介石的時候 他還欲罵到什麼 說蔣總統萬歲 他跟他說 在蔣介石面前說 蔣總統萬歲 因為當時他在共產黨處於劣勢 差不多被國民黨成功為主 他就可以討好了 蔣總統萬歲 現在習去美國和拜登 也是一樣道理 等於毛澤東突然講總統萬歲 他又跟拜登說 中美關係一直很好 有一千條理由 要搞好中美關係 沒有一條理由 要搞中美關係 搞中美關係的是中共 你講的是廢話 我希望西方不要這麼笨 不要再上當 他每一次都是騙人的 每一次 因為這個政黨 它是扭曲了人性 滅絕了人性 它裡面 共產黨這些頭頭 根本就是失去人性 所以對付他們的時候 一定要明白這一點 是的 如果是程光在六月份 如果是在六月份死亡的話 那麼他就被這個李克強 還死得早 如果是這樣 連續就死了兩個頂級的高官 同一個原因 我也是相信李克強不是自然死亡的 也不是心臟病死亡 是被心臟病死亡的 同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在一個獨裁專政的體制裡面 當一個獨裁者走向極端的時候 大家要知道 千萬不要以為鄧小平不是獨裁者 江澤民不是那麼獨裁 胡錦不是 你們錯了 他們是那些策略上的溫和派 策略上 為什麼 我以前提過 文革之後 文化大革命之後 中國的經濟其實是破產經濟 破產經濟 基本是破產了 因為一個政黨 如果人民不起義不革命 你不可以和任何人宣布破產 或者申請破產 其實當時中國的經濟就是破產經濟 跟大家說 中國在文革的時代 文革在1976年結束 那時候中國人口都是世界五分之一左右 百分之二十的人是中國人 而當時在中國大陸創造的經濟價值或者財富 是全球價值的3.4% 即是百分之二十的人才創造了百分之三的財富 你說他們窮也挺慘 非常窮 那時候 快要全面崩潰了 鄧小平就出了這個計 知道他不是真的要改革開放 然後要將中國大陸副國強兵 反應、反應、富強 這些是宣傳的東西來的 他一直都在想的是黨性 一直是黨性轉高 他是要救共產黨 他知道如果這樣下去 中國會出現全面經濟崩潰 最後就大失民心 之後就會出現新的革命 那麼共產黨就結束了 這個時候鄧小平就出了一個詭計 就是他所說的 他當時對他自己的所謂美國專家李晨芝 李晨芝問鄧小平他們坐在基督上去美國 要見美國總統卡特 李晨芝問鄧小平 為什麼你這麼重視中美關係要收好 鄧小平說很簡單 這幾十年來跟美國關係好 跟著美國走的國家都富起來了 跟蘇聯那些都窮了 是這麼簡單 這是一個策略上的改變 不是他改蛇歸正 不是他痛改前非 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事 而是想到一個詭計出來 這個詭計就是韜光養晦 跟美國大宋秋波 不再說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最起碼不公開說了 私下說的也會是 還有大港什麼友好合作的 還有歡迎大家來投資 很成功 一跟美國好起來 中國經濟的成長 共產黨現在不承認 但是這個是鐵一般的事實 不單是鄧小平自己這麼說 中國也是 當中國跟美國關係好的時候 中國就富起來了 現在阿習以為偷光養晦已經成功了 我們已經偷了很多技術 拿了很多資本 現在不需要跟他們大宋秋波了 不需要笑面迎人 我們可以搞這個戰狼外交了 因為東升西降 美國遲早會倒閉的了 我們是世界的最大最強國 很多親共人士都還相信這一套 但是大家要知道 大家這些親共的人 你要明白 連阿習都看到了 情勢不妙 他搞了十年的東升西降之後 最後是什麼 最後要走到去九金山 跟美國討好 向美國大宋秋波 說什麼什麼 有一千條原因 我們中美關係要修好 應該是良好的 沒有一條理由 我們不好 中美關係不好 是說這些話 他為什麼 因為他明白 連他這麼笨的都知道 中國的經濟是 非常非常危機 非常大的危機 隨時會出現重大的社會動盪 因為經濟是 當一個政權失民心的時候 他最後一個步驟是 經濟不行 經濟不行 民不聊生 人民就窮則思變 這個他是最害怕的 因為共產黨知道 他們當時都是利用這些貧窮 去轉化那些窮人 說你們窮是因為什麼階級白痺 因為政府腐敗 講一大套 把那些窮人握了過來 幫他們打仗 幫他們當炮灰 他當時很成功 所以他覺得 他已經很害怕了 因為他自己也知道 他自己曾經 領教過 當一個國家有窮人 常常有窮人會造反 他就很害怕 所以他就開始搞這個 但是我想救不了他們的命 所以很多大陸的民眾還以為 那個鄧小平改革開放救了大家 其實鄧小平就是為了救這個黨 才改革開放的 並不是為了救這個百姓 還有很多人認不清這個中共的本質 認不清這一點 非常之邪惡 是啊 鄧小平也好 江澤民也好 胡錦濤也好 都是首先要救這個黨 第二呢 是要救什麼呢 是要救他們自己的家人 你看一下鄧家的人 江家的人 和胡錦濤那些家人 全部都富起來了 中國大陸現在的經濟是掌握在 五十個家族的手上 這是絕對的事實 你這五十個家族呢 他們為什麼要維護共產黨呢 因為是共產體制 才可以讓他們有這樣的機會發大財 所以他們絕對不反對共產黨 現在 現在 劉少奇的兒子劉元 想去 去 迎結這個 紅二代的力量去打 習近平 他不是反共 他是反習 是這個 是黑幫內鬥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如果劉元上了台 那會好些 他爸爸死得這麼慘 在文家 他應該會痛改辭 沒有這樣的事 劉元 我想他也是在 黨文化洗腦機器之內 長大 所以根深蒂固 根深蒂固 他們看人 每一個人都是 你是朋友還是敵人 為什麼 是什麼意思 他就說 你對我有利 還是對我不利 他們的人是這樣 一見一個陌生人 第一個念頭 第一個要研究出來的就是 你對我有利還是沒有利 是完全違反中國傳統文化的 中國傳統文化不是這樣的 對任何人都 諾而不忘非禮也 幾所不如 物思於人 你看現在 所有中國人都認識的 傳統上 那麼多 但是共產黨不搞這一套 他是要搞另一套的 所以我發現很多 在大陸長大的人 他們不知不覺中 都會有這樣的思維 非常自動化的 他一見一個陌生人 他第一個想 這個人對我有利還是不利 他一進入一個房間 裡面坐著很多人 他第一個念頭就是 嗯 這裏哪些人對我是有利的 這裏哪些人對我不利的 還有對我有利的 那些最強大是誰 對我不利的那些最強大是誰 那麼他就開始制定他的 鬥爭戰略 共產黨是個個人 差不多個個人 經過被共產黨洗腦 都是這樣的思考 所以很可怕 很可怕 那麼我希望呢 有一天 沒有了共產黨之後 我們要做一個反洗腦 將那些被共產黨毒害的中國人 重新去清理一下 讓他們回復到正統的 傳統的中國人 因為中國傳統是非常好的 當然了傳統 中國古代不是什麼都好 但是總體來說 總體來說 是 不過我也說了 因為中國歷來的領導思想 就是儒家佛家道家 三家都是好的 沒有一家要你去鬥爭 家家都是引人向善的 是 沒錯 有個觀眾經常聽吳生的 他的討論 他的觀點 慢慢都會轉變 都會轉變 都會認清這個 這個中共原來是這麼邪惡的 原來是這樣 真是很看不清楚 他們會掩飾 會說謊 騙人 但是如果經常聽吳生說 就會認清這個中共 到底是什麼 我想很多觀眾 可能都有這樣的想法 有個好處是什麼 當他們聽到我講的時候 他們最起碼知道 原來不只是我 覺得共產黨不好 還有我可能幫他們 會清理一下 為什麼他們不好 其實我想很多我們的觀眾 都應該明白 共產黨其實是一個 中國的一個腫瘤 一個癌細胞 所以這個癌細胞 不將它割除 是很麻煩的 是致命的 是啊 是啊 比如剛才說的 所有的大陸人 都以為鄧小平改革開放 是為了老百姓 其實不是的 它就是為了救他自己 救黨 去開放的 是啊 那我們就講第二個新聞 這個目的 剛剛是 將中國的主權的信用 從評級從穩定調節為負面 就是中國的 就是講這個中國 在負面 理由呢 就是中共的地方 政府的債務風險 和房地產的危機 越來越厲害的 那照著呢 又將這個香港 和澳門的前景 是從穩定 下調至負面的 那這個是不是講香港的經濟 徹底玩弄呢 這麼說 就是香港的經濟呢 可能還沒有徹底玩弄 但是呢 是朝這個方向走 就是呢 如果將香港 比喻為一條船 這條船呢 船底有個大洞 正在進水 這條船正在沉 那這條船 一天未完全沉到水裡 都不能說徹底玩弄彈 是吧 徹底崩潰 但是呢 那個方向就是朝這個方向 就是香港作為一個世界 原本是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 是一條大船來的 這條大船 現在有個洞 川芳幫我們弄了個洞在下面 我們正在進水 所以這條船越來越不聽這個船員的命 或者是船長 它又換了船長 現在船長是亂開船的 不懂得開船的船長 現在船長是聽中共的 聽聽命中央 這個就斃擊 沒錯 這是我們的意思 它不會開船 不會做船長 就要聽igos 聽病中央 那 我有時候說 聽命中央 就等於聽命遭央 哈哈哈 遭央 是啊 實用的 但是現在就是這樣 什麼背靠祖國 哈哈哈 就會繁榮香港的經濟 完全是胡說八道 你背靠祖國連通世界 為什麼對香港特別的優勢 什麼叫優勢 你的祖國真的越來越好就是優勢 但不是 人家現在moody 將你中國的所謂主權可靠性的狀態 由穩定變成負面 就是說人家moody moody不是一個隨隨便便的組織公司 是全世界的資本家都特別尊重的 一個可以說是經濟評估的公司 它的評估的專家是很受尊敬的 它這麼重要的一個組織moody 現在說你要負面 就是說你不行了 我們背靠這個被moody 點名為負面的一個經濟體 我們背靠負面 不是背靠祖國 就是空多吉少 就是這樣簡單 所以我想聽說好像中共都有反應 香港政府都有反應 說這些不合理的 沒有這樣的事 就是不這樣不對的說 這些是典型的壞人就是這樣的 同一個moody 他20年前說看好你中國 說中國現在又負面升為穩定 因為中國入了世 世貿組織 那時候又沒有聽共產黨的宣傳 說Mody那些是西方那些宣傳說壞 唱壞我們 我們要自己唱好中國故事 唱好香港故事 為什麼你當時不這樣說 現在當時你就說 世界的權威 經濟評估專家說 我們中國現在是穩定 而不是以前的負面 哇很威風 今時今日就不是世界權威 今時今日就是美帝的走狗 所以很荒唐 他就是把中國人 以為中國人是沒有記性的 同一個moody 你以前沒有說他不好 現在也說他不好 為什麼 其實是因為人家相對比較合觀 你真的越來越好 我就說你穩定 你越來越差 我就說你負面 是這麼簡單 他之所以是這樣做 因為人家有根有據 人家知道你地方的債務高足 人家知道你外資撤退 中國的經濟 經常講幹什麼三頭馬車 大家知道是三頭馬車 消費 投資 進出口 三件事都是負面 negative negative Seven 下降 那這個消費 我 Whether大家都說不ら 會知道 但香港很多跟大陸有聯繫 這些大陸的人都恐は 對前途不是有信心 誰願意去買很多貴的東西 消費是明顯地下降的 很多超市的連鎖店 或者網上消費網站 什麼攜程 去旅遊等 都是10% 20% 30% 一年一年降 每個月都在降 這是第一頭馬車消費下滑 第二頭馬車 我以前也說過是投資 現在誰投資 說起來 連國外的投資都很少 穆迪 還提到有18間中國大企業 包括阿里巴馬在來 全部都是負面負面負面 企業的經濟都是不行的 這些大企業投什麼資 沒有資可投 另外有些大企業 好像恆大 碧桂園那些 資不及債 資還不了債 根本沒有錢去還債 那還怎麼投資 外資大家都更加清楚 尤其是美國 日本 英國 澳大利亞 很多資本在離開中國市場撤退 歐洲的趨勢也是一樣 撤退 我只知道有個別的德國大公司 好像法學大公司巴斯夫 巴斯夫曾經準備 仍然繼續投資 但這些是少數 大多數是不投資 所以第二頭馬車投資是沒有得談 大家都知道 還有外資要離開 不是單純外資 而是走資 第三頭馬車進出口公司 我記得今年第一季度 北美和歐洲給中國的訂單 訂單是出口的基礎 沒有訂單便沒有出口 訂單在年初的時候 比一年前 歐洲來的訂單少了百分之五十 不是開玩笑 平常少百分之五大家都頭痛 現在是五十 減了一半 加拿大和美國的訂單 這是最大的市場 中國出口企業最重要的市場 就是北美和歐洲 北美減了百分之四十 而這個趨勢繼續下跌 三頭馬車都死火 很荒唐 最近中共宣布了官方的GDP 他說GDP 今年頭半年好像是 增長了5.5% 很荒唐 經濟三大馬車 都是在下跌的 他這麼大膽說到 GDP增長了5.5% 很荒唐 消費減了大概平均百分之二十 投資減了百分之四十 這個出口又減了百分之二十 三大馬車都是在下跌的 他這麼大膽說謊 說他的GDP是增長了5.5% 這些就是共產黨的本質 他是用謊言來統治國家 我一直在說謊言 這個道理 講得很清楚 是一本書叫做《九評共產黨》 大家如果想知道共產黨是怎樣欺騙我們 還有最近一百年在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最好的一本書我建議大家去看的就是《九評共產黨》 這本書是《大紀元時報》編輯部出的 講得非常好 文筆也很通常 寫得很好 還有很有道理 句句是打眾要害的 裡面他經常提到這本書 很簡單 一句就已經解決了整個中共的問題 就是中共以謊言來統治國家 當謊言不再有效的時候 暴力就來了 還有謊言也是作為暴力的潤滑劑 就是用謊言來製造一些理由 為什麼他們要用暴力 好像六四的時候 他們大講謊言說 那些暴徒殺了多少個 27個共軍 解放軍 解放軍很克制 一直都是示威的那些暴徒 香港一樣 香港報導 反送中 又是說香港的暴徒 所以香港當然要鎮壓 因為有暴徒要暴亂 這就是共產黨的本色 大家真的一定要明白 我知道我這樣說 共產黨很討厭我 但是沒有辦法 我覺得為了大家的前途 我將這些說出來 是對大家有好處 是對唯一不喜歡的 沒有好處的就是共產黨 那我想 就是人 做人 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因為我曾經 你講 我跟大家講 我曾經被共產黨壓過很多年前 可能是四十年前的事 或者三十年前的事 總之一直到六四 他騙我的 就是鄧小平上台之後 他是騙我的 說好像鄧小平現在要痛改前非 要為國家繁榮富強 做事 又怎樣現代化 天花亂墜 一路 然後到六四的時候 我絕對不再相信他們 後來另外一個 對我來說 是非常非常清楚他們的邪惡 就是十年之後 即六四之後十年 他又開始全面鎮壓法輪功 而我對法輪功非常了解 法輪功的人 絕大多數是中國最好的人之一 我不敢說是最好的 最好的 他可以將他們說到一無是處 以及將這些這麼好的 用這麼殘酷的手段去鎮壓他們 所以我就開始 由六四一直到現在開始 就看得出 看得明白共產黨是怎樣寫的 不過2004年 這本書 九評共產黨出來之後 我自己 雖然當時已經有人見過 什麼中國問題專家 但我看了那本書之後 我很多東西才更加明白 訪言大意 所以我為何推薦大家 要看這本書 雖然現在已經是十八年前的事了 但這本書是沒有時間限制的 因為他講的是真話 他由共產黨的起家 一直講到現在共產黨建立的危機 是完全對的 到今時今日還是有效 還是對的 是 這本書在網上都有的 是免費的 嗯 在《大紀元》都可以看到的 就是在網上的 自由免費看的 好 它是今天的中國人必讀之書 是啊 是啊 好的 那我們講第三個新聞 那香港股市呢 跌到不清不楚 連續爆跌了三天 星期三大概呢 就一萬六千點了 比一九九七年回歸的時候 還要差哦 吳先生怎麼看 其實跟我剛才講的差不多了 你說那個 是不是香港還沒有徹底完蛋 我當時的回答就說 還沒有完全完蛋 但是呢 是向著這個方向滑下去 那股市呢 股市呢 有一個特點是什麼呢 其實股市表現出來的是 人對未來的信心 那如果香港股市跌破 一萬六千點了 就是說 人們對香港的未來信心 是高速下滑 高速下滑 那香港人很慘 被共產黨害死了 我據我所知 現在香港比如說 寫字樓 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寫字樓 是空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外資 撤退 以前他們還以為 以前他們還以為 前幾年他們很多 大陸那些開始要考慮 在大陸那些 那些公司啊 或者企業啊 什麼辦公點啊 考慮萬一越來越差 習近平搞得完 我們就走了 當時呢 他們還要考慮 撤退呢 是從大陸撤退香港 認為 或者他們在香港那些 那些 就是 叫什麼 分公司啊 仍然呢 都可以留在香港 還看好香港 怎麼知道呢 這個反送中 尤其是國安法之後呢 他們都對香港大失信心 那大家都知道了 做生意是講過信治的嘛 其實大生意試 是洗生意的道理一樣的 都是講過信治的 那從宏觀經濟來看 如果別人對你 香港的這個 這個 穩定性啊 和香港的經濟政治情況 是沒有信心的時候 那所以就會表現 首先表現在股票上面 因為股票 我買某某公司的股票 不一定是因為這間公司 現在賺很多錢 不是不一定的 可能甚至是虧本 但是呢 我知道這間公司 是管理得很好 還有呢 它的產品呢 是一個很新的產品 將來呢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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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黃騰達的 但是 因為它們現在還未研製好 就快好了 我已經看過的 很厲害 這個產品 現在出現的市場 就會很搶手的 那麼很多人 就買了那些股票 所以股票是 是用來反映 人家對你一個企業 或者對你一個社會 對你一個地區的信心 我相信你會 會賺到很多錢 我就投資 我相信你香港 會繼續煩你 香港 這個好像 97年之前那樣 我就會投資 我也會投資 我有錢 那 我跟大家講過 為什麼 97年之前 或者甚至是 英國的管治香港以來 一百多年 一百五十六年 為什麼香港會從一個 直直無名的小漁村 變成一個世界第三大的金融中心 我不是在這裏跟英國人做廣告 絕對不是 我們是實事求是 英國 他當英國的殖民主義者 可能都會做錯很多錯事 也有可能 但是 他有幾件事做得很好的 是什麼呢 他在香港建立了一個 非常健全的法治系統 當然不是百分之一百健全 這個全世界都沒有百分之一百的 但是 在亞洲來說 香港的法治 這個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水平 是很高的 不是百分之一百 因為沒有百分之一百的 這個世界 但是 遠遠高過你中國大陸 到今時今日都還是 所以法治很重要 還有呢 香港基本上是保護基本人權的 什麼叫基本人權 言論自由 集會自由 示威自由 等等等等 又是新聞自由等等 這些 香港一直在英國統治下是有保護的 還有很多的自由 因為人權就是自由 所謂的 我剛才說的 基本人權就是言論自由 集會自由 示威自由 建黨自由等等 所以香港經濟才發展得這麼快 為什麼香港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就是這個原因 其他那三小龍呢 都是在這方面做得不錯的 台灣也是 很多人權有保護法治也很好 等等 所以這個是最主要的原因 而共產黨搞的是什麼呢 共產黨九七年接管了香港之後呢 先是做戲 做戲 說五十年不變 他是做戲的 大家千萬要明白 他表面上是怎樣 沒有招挑馬再跑 哎呀這些 千萬不要讓他們再騙的 他是騙人無數 也都發人無數的 所以當時 你看他現在 為什麼在國安法會這麼嚴重呢 因為國安法是 是一個對香港法治的 一個毀滅性的打擊 你去了國安法之後 任何一個 在香港的人 不一定是香港人 任何一個在香港的人 隨時可以 那些共產黨在北京裡 發了一個命令給李家超 這個人 你要幫我抓回來 他是逃犯來的 共產黨從來不需要證據的 是逃犯來的 抓他 送去北京處理 判監 死刑都可以 是不是 那你還有什麼法治 所以我說 國安法是對香港法治系統的 最後一擊 那不單單是國安法 其實很早 共產黨已經在這樣抓 大家可能不記得 2003年 香港出現第一次 歷史上最大的示威 50萬人上街遊行示威 反對第23條 當時 大家為什麼要反對 其實香港的有識之士 都明白 你23條成立的話 香港的法治就大打折扣了 為什麼呢 因為第23條裡面 基本上是寫著什麼呢 凡是在中國大陸被認為是違法的 團體組織個人 那這些團體組織的人 在香港也是違法 還有呢 如果香港人 和這些所謂違法的團體 有聯繫的話 也都是違法 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 當時 有23條這個故事 我告訴你 我因為有些內忙人士 包括當時是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當時 第一屆的特區 有些人還是很正牌的 還是認為法治很重要的 當時我所聽到的是 江澤民和董建華談 說 董建華 法輪功在中國是全面取締 全面禁止的 我在香港看到 都處都是法輪功 這樣不行 董建華說 江主席 我們香港是有法治 如果人家沒有犯罪 我不可以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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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澤民是全世界最邪惡的人之一 當時他跟董建華說 很簡單 你定一條新的法律 這條法律寫出來之後 就將它們自動變成違法 所以有第23條 因為第23條說 凡是中國大陸被定性為違法的非法的團體 香港都是非法 那就是說 法輪功在中國大陸被定性為 根本完全沒有根沒有據 他只是說法輪功 什麼破壞社會秩序 那就是違法 那他定了違法 香港已經定了違法 他是這樣的 但是當時香港有識之士都明白 這件事不單單是針對法輪功 因為他這樣定下來之後 很多人在香港都會變成違法的 我有個親戚在大陸 可能被控告 說屬於某某人權組織而違法 那我也違法的 嘩 得了 所以當時就有50萬人 是當時香港歷史上最大的示威 董建華都嚇到 鼻乾燥都沒有了肉 說到香港 因為沒有想到這麼厲害 所以就將23條無限推遲 所以2003年是97回歸 所謂回歸 共產黨接盤之後五年 五年他就已經想開始破壞香港的法治 後來不行了 就收回去了 過了十幾年之後又來一個了 那就是送中條例了 所以他們 唉 到他們那裡說 他們經常罵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共產黨是破壞法治之心不死的 他開始是哄你們香港人 哄我們香港人 哇 說得怎麼樣好 有祖國還靠山 例如今時今日還敢說 背靠祖國 其實根本就不是 香港當時他們共產黨 97年的時候 早就已經有個計劃 怎樣將香港全面控制 他不是想香港一夜之間 就變成好像上海 他是想一步一步的變成上海 同時就在改變的過程當中 他們考慮到怎樣繼續讓香港 仍然是一個能夠生金雞蛋的地方 因為香港很多錢 他是頭痛是合 他唯一考慮在這裏 他未想出過辦法之前 就給你一些小小的自由 到了阿習的時代 他就認為阿習 尤其是他們覺得香港太多自由 香港人太少愛國教育 大家知道香港的學校裡面 跟西方說是很相似的 共產黨要改這裏 他就看到 哇得了 香港的年輕人 學了什麼叫民主 什麼叫法治 我就沒有法可治 所以他就是要改 他急了 加快速度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 並非阿習才是這樣的 共產黨一開始 就是這樣的計劃 要吞併香港的 所以台灣人 如果他今時今日 還相信共產黨那些 我們對台灣是一國兩制 台灣可以繼續有自己的總統 自己的軍隊 什麼什麼 全部是謊言 全部是謊言 沒有一句可以信任 句句是騙人 我們講第四個新聞 曾志健 他是香港的反送中期間 被港警開槍打傷 他是去走去台灣的途中 是被抓的 後來被判刑47個月 最近22歲的曾志健 是被電視認罪的 嗯 這個 他發生的事大家都知道 我就不重複了 但是我想說兩句 就是他那個被電視認罪 這個是私空見慣的 我不知道香港人是不是都知道這件事 其實呢 因為我是搞人權的 另外我知道 在那些中國被迫害的群體裡面 這種電視被認罪 或者被電視認罪 是真是私空見慣的 不管你是衛吾爾人也好 法輪功學員也好 基督徒也好 大家知道 基督徒不參加那些共產黨組織的 所謂愛國教堂 也都是被認為是反黨的 也都是被迫害的 或者是那些民主人士 一直向的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這些是他們的心理戰術來的 我知道法輪功被他們迫害得很慘很慘 他們想轉化那些未被轉化的人 其中一個辦法就是 強迫在一段視頻機面前認罪 然後他們就會被全國播放 等一些未被抓的 或者是抓了還未被判刑的 那些法輪功學員看到 原來個個都投降 個個都認罪 我都認罪 他們希望是這樣 這些是一些心理戰術來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這一點 那這個 叫什麼 我忘記了 什麼位 智慧 曾子健 曾 曾子健 曾子健 沒錯曾子健 一樣的道理 他是強迫他在那裡 在電視面前認罪 然後他會播放 播放之後他有兩個效果 一個在中國大陸的人看到 就說 哎呀你看看 都是香港那些 年輕人 鬧事 他們衰 搞搞爭 都是希望他們這樣 這個 曾子健 都認罪了 曾子健 曾子健 都認罪了 曾子健 都認罪了 他如果這樣認罪 當然是把我們全部都供全出來 他是希望搞這些事情 這麼簡單 那有時候呢 可能呢 這個人根本就 不單是可能 百分之九十九的情況 都是不想認罪的 但是沒有辦法 你在肉錘裝板 他會對你進行毫刑 以及歸逼利誘 等各種辦法 在這裡呢 我要講一個 共產黨拿起石頭 擋自己腳的事 他不只是單單對付香港人 或者單單對付大陸的中國人 他連我都會這樣對付的 我認識一個瑞典人 他的名字叫做Peter Dalian 他現在開始在世界上有些名氣 他曾經 這個人呢 因為是人權人士 所以我認識他 我跟他談過電話 他很多年前 大概十年前 他就在瑞典去中國 去中國做什麼呢 去支持一些想搞人權組織的中國人 他當時可能有些天真 或者是會 我不知道 因為他說 中國的法律裡面 都寫著說 要保護人權 還有法律都容許有人權組織 所以他就去那裡 跟關心人權的中國人一起合作 要成立一個新的人權組織 來維護中國人的人權 當然了 人權組織都未成立 他們已經被人抓了 抓了之後 判了他的牢 判了他的牢 後來呢 大概坐了半年牢 好像大概是這樣 又是在被迫電視面前認罪 他當時呢 為了想回到瑞典 另外瑞典政府也施壓 說 你有什麼理由 把我們的國民關起來 你要拿出證據來 因為按照國際法 24小時之內你要放人 不放人 你就要說你是懷疑了什麼事 如果他將他判罪呢 就要拿出所有判罪的證據 總之呢 當時呢 他就在電視機面前認罪 結果呢 過了大概又多一兩個月呢 他就將他放了出來 他就回到瑞典 回到瑞典 回到瑞典 去到斯德哥爾摩 他第一件事 下飛機之後 立刻召開國際記者招待會 很多記者都在那裡 因為外國人 這個情況是比較少的 所以當時的媒體很感興趣 他就當時就說 他說我聲明 我當時在中國中央電視台 那些攝影機面前 說的話 全部是被迫說出來的 連那些怎麼說法 他們都規定我怎麼說 一直按照他那個說法來講 我現在宣佈一切無效 因為我是被迫之下這樣說的 暴力迫害之下 被迫說這些話 之後他就在歐洲成立一個新的人權組織 這個人權組織就叫做 Safe Gap Defender 可以說保護衛視 保護衛視 這個人權組織現在有些名氣 為什麼 因為他們第一個發現 在全世界有53個國家 中共建立了秘密的警察局 是他們爆出來的 最近有新的爆料 總之呢 我的意思是說 他拿起來扔自己的腳 他以為很有趣 迫到這個瑞典人都被電視認罪 以為很成功 但是結果呢 因為這樣的做法呢 就更加激起這個瑞典人的正義感 所以他回來之後呢 就什麼都不做 現在是全時全職去搞一個 維護中國人權的組織 還有是揭露中共很多邪惡的事情 所以他是得不償失的 所以我想呢 他逼曾志健 很可能呢 以後曾志健出獄之後呢 會比以前做得更成熟 更有效的去反共 是 那我看一下吳先生還有沒有補充 差不多了 有沒有問題啊 大家提問題啊 什麼問題都可以提的 我沒有問題的 我答得就答得 我就說我不行 是 有網民就說 《沿途有理》 曾志健被電視認罪 同樣台灣商人 判了坐兩年監 七獄之後被監視兩年 才回到台灣 是說這個台灣商人 很多是被害的 被中共害的 坐牢啊 或者沒收財產 等等之類的 吳先生 講不講這個 這個就是 我對這個台灣商人 那個案件本身不是很理解 但是也不是很知道 但是這個是私空見慣的事情 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跟共產黨打交道 你一定要注意 去跟共產黨打交道 就是入虎後 或者入虎後 那當然要小心 其實對於其他的被迫害的團體 就是法輪功啊 維吾爾啊 人權律師啊 他們一樣是這樣的手段 一樣是這樣的手段 被電視認罪 毫刑 法輪功最慘的是 那個活摘器官 90%的器官是來自法輪功外 所以 所以大家不會有任何幻想 不會有任何幻想 是的 沒錯 還有一個網友留言 就是說 股市 不是 他是說這本 《九評共產黨》的書 在香港是買不到的 現在 是不是 我不知道 這個網友是這樣說的 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因為香港現在開始 好像大陸 什麼都要禁 什麼都要禁 不過呢 由於香港經濟和金融中心的需要 他還未將網子全面過濾 未全面過濾 所以我想 香港人仍然在網上可以下載這本書 大家可以在網上看 或者直接下載出來也行 另外這本書也有一個 錄影的律景帶 每一張 一共九張 九評分的 每一張是一套電影來的 都可以看那個電影做得很好 它裏面的旁白就是那個書的文字來的 文字是做得很好的 非常不公 就是不偏不移 非常公正的 嗯 而且呢 《九評共產黨》好像是 被翻譯到有二十幾種 還是三十幾種的 就是它的語言 不同的語言 各個國家的 就是有這麼多 嗯 我有一個朋友 是大陸來的朋友 他是屬於體制內的一個專家 他是專門研究中國文化的 就是他看完這本書之後 他有一個評語很有意思 他說 有朝一日 《共產黨跨台》 這本書的功勞可能是最大的 我覺得他的評語完全沒有誇張 但是這個人本身不是什麼反共分子 他是中國大陸來的 不過他現在是移居了歐洲 在歐洲搞研究 是啊 因為這本書 確實是 是讀到了這個中共的痛處 他的底全部被起床來的 就是全部翻了他的底 全部 就是他做的壞事 全部在這本書可以看到 一整本書 每一句話都是有根有根的 共產黨到今時今日 十八年都不敢提這本書 其他那些書他會罵你 在網上很多 例如法輪功那些書 他會罵你什麼 說很多東西 要批評你 找什麼假科學 什麼假話 但九評共產黨到今時今日 他連批都不敢批 我想他是怕的 一批看這本書的人更多 全世界都看 全世界都看 因為這本書已經翻譯成全世界的語言 有二十幾種還是三十幾種的語言 全部有翻譯的 如果他一罵這本書 全世界的人都會看到 我記得英文版本的書 他寫著 《Nine Comment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然後下面一個小標題說 《The Book that is Disintegrating CCP》 這本書是正在瓦解中國共產黨的書 這個人 我這個人是絕對反對暴力的方式 做人不需要暴力的 其實大家清楚 共產黨是欺騙我們的 共產黨是說謊的 我們不要相信 這樣就會好的 和平演變 和平演變是好事 共產黨將它批評為壞事 其實和平演變是好事 所以這本書 如果大家 所有中國人 和其他世界上 都看了這本書 這本書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這本書說起來 大家要知道 這本書出了之後 中國大陸很多人看 非常多人看 而且看了這本書之後 很多人都痛改前非 不再相信共產黨 所以呢 《大紀元時報》 宣布和共產黨決定 是 沒錯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 多謝吳先生 我們下次見 好 謝謝 再見 是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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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